身穿黑色上衣的男子出现 右转进到营楼内 过了一阵子 黑衣男飞奔出来逃离现场 追在后面的则是营楼老板 泰中清水区一间营楼中午11点多被抢劫 警方调查当时33岁的失信男子进到店内 洋装说要买金饰 要求店家拿不同款式给他挑 结果他趁机把金饰抢走随机逃逸 营楼老板说被抢走的有结婚套组 里面有手链 项链 戒指跟耳环 还有另外一条价值超过十万的手链 也被抢总共损失三十几万 而且前一天他只有来店里 没有买东西 疑似是想先勘查导意路线 失信男子离开营楼后 他搭继承车到当铺 把金饰点当换现金 之后搭同一台继承车到医院 探视在洗身的老婆 后来又换了另一辆计程车 拿现金去还债 结束后回来医院被警方锁定逮捕 在淘宝过程中 失信男子还刻意变装两次躲避追戏 警方追查还发现失信男子过去有前科 而他跟他老婆都是桃园人 不住在台中 这次趁老婆看医生 特别选在台中行抢 其中有没有特别的犯案动机 警方还要再厘清 欢迎订阅红定辉 罗戴璋台中报导 哈喽 我是义警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